好的各位同学 今天的指数是一个继续温和上涨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今天这个市场出来以后 应该说这轮在3356中期间里的概率应该已经比较高了 现在其实从道理上来讲 我们应该是等5分钟200来确认这个地点 它肯定是没有的 为什么说从经验上讲 因为之前我们说到了3460 大概就这里 这个中枢上沿着 如果能被突破的话 我估计成的概率比较高 今天这个位置其实是3479了 我觉得这地方已经突破了 所以实际上从现在开始 当然我们本身已经在开始做尝试了 就是有些股票看中的东西 其实开始可以试起来了 然后仓位要再进一步提升的话 肯定得等5分钟200 所以现在来讲 大家可以奔着仓位朝着5成去 现在 那么就意味着这个过程中 你仓位如果不够5成的 这个过程中 现在我们会给一些股票 我们开始尝试起来 可以开始买起来了 然后至于对不对 做的时候永远不要想 按照规则来 如果发现这些不对 不加仓 然后事后把它出来 对这个过程中 逐渐仓位就提上去了 所以下一步的一个策略 很明显 就是对一些中线 我们比较看好的东西 其实要开始做准备了 今天我觉得跟之前 有一点不一样在于什么的 就之前我也说过 我说其实不用那么急 因为你说白了一点 你那么急 只要把仓位提上去 你都不知道该放在哪 今天你发现没有 其实今天领涨的东西 跟前两天不太一样 今天最明显的 其实你看从行业上来 看两个计算机 加通讯设备 加中药 加引药制造 这之前表现很一般的东西 概念上来讲 其实说白了一眼就看着 就是数字经济吧 对吧 数字经济加大消费 当然其实 老基建也还可以 因为前几天的时候 就是老基建比较强 然后这个 大集中还行 所以今天一看全变了 那这时候 那很多人就很纠结 当你哪个好 因为现在我也没法下结论 我之前跟大家聊过 我说过 对数字经济我比较看好 因为这里面是新基建 想象空间大 老基建呢 可以是可以的 我是觉得 包括现在还是挺强的 但是我觉得从 想象空间来讲 它比较难炒得很高 因为想象空间太小了 所以从今天情况看 我觉得我们的中线热点 顺序就要重新排一下了 我们现在中线这块来讲 买的是灯海种业 对吧 它实际上属于这个 今天13位的中日业林业 它属于什么呢 它属于跟今天第4位的中药 和第9位的饮料制造 是一条线上的 就大消费 也就说白了一点 就是说市场不那么好的时候 资金往往容易去选择的方向 或者市场不那么好的时候 往往出牛股的地方 然后饮料制造这块 因为主要是白酒 我说过这位置太高了 我选不了 所以我觉得中药跟中日与林业 这是一条线 而且这恰好跟我们现在看好的线 是一致的 因为中药领域是左立腰页在准备 这个已经有了 另外一个很明显 现在数字经济这块 肯定是提到 应该是优先级最高的位置上了 因为之前其实还看 就是没看得不是很清楚 今天当然是说 今天你看就完全看清楚了 也不能这么想 但我觉得今天盘面上看 我觉得这轮数字经济应该已经可以中线提到比较靠前的位置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中线了 首先在我们现在关注的几个股票中简单过一下 水晶光电呢 它是这个我们说元宇宙 元宇宙这条线我肯定要看 但这个股票现在表现的一般 我现在同时在看谁呢 大家应该知道之前我们推过一个短线票 涨的还行 那没买到吗 现在在回调 因为我是觉得我在等它的回调 风雨柱其实我现在在观察 但是现在整个从水晶光电 包括其他的元宇宙的购物情况看 我觉得现在都还不太具备明显的买入条件 你知道这东西买入的话 基本上都得等五分钟二买才行 所以这个动不了 光库科技呢 其实是我挺关心的一个股票 因为本质上来讲 其实它是具有这个我们叫做数字经济的属性灾 因为它是通信设备 你看它的行业 通信设备 然后还有激光雷达概念 然后今天你看通信设备第三位 对吧 所以这个是有关联 但是光库呢 买不了 这个位置呢 如果就在这止跌的话 是个好位置 但现在呢 客观讲 还不能确定它止跌 所以我是觉得可能我也需要 可能稍微采用文件里的办法 可能要观察一下五分钟级别的第二点买点 所以在这的时候 因为它前期跌的非常少 现在跌的也不多 所以要让它补跌 跌跌干净才行 所以这块呢 应该是我们重点观众的对象 但现在没有买点 半导体这块 其实这轮我应该会选 但现在看优先级不是特别高 圣红科技这种 我是觉得现在还是在调整吧 肯定不会选 我觉得还没有释放完毕 但是半导体有很多股票 其实已经我觉得跌了蛮多了 我们昨天给大家举些例子 但是眼下这种背识都还没成 所以我是觉得可能还需要再等一等 需要再等一等 半导体可以看的股票特别多 所以这里面还涉及到半导体里面 选哪个细分 比如说举个例子 半导体我们之前其实跟大家讲了 因为除了我们自己看的之外 我们在看四大半导 我自己在看四大半导 因为四大半导如果能在这止跌的话 是很好的位置 但是现在这个位置 我是觉得现在说它止跌了 还有点早 例如说还有像长川 长川那个更有 你从月线看 长川其实之前是一个突破 从月线看 对吧 而且这肯定不被吃 所以在月线上形成了一个下上下 我可以认为这是对之前中枢的回抽 那你像这种东西的中线位置就还不错 就是如果它恰好就在这止跌了 我觉得肯定可以 它也比较抗跌 所以我在处理这个目标的时候特别小心 这肯定断定不了它止跌 现在还得看 我不一列举了 半导体里其实能看的挺多 但是现在应该也不是优先最高的 所以科技股现在这三个动不了 然后我们这个叫做氢能源 就是汉中 汉中经济 这个也买不了 但是有一点点样子 你看 我之前跟大家讲 我对它现在的看法是 我认为它现在是在做第二个五分钟下跌中枢 第一个在这儿 对啊 你大致辅助一下就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 这个位置呢 你可以这么看 也可以这样看 像这个上 现在这个中枢怎么运行 现在我看不出来 你说它突破了吗 显然没有 它要是突破了 我觉得抓个五分钟二买呗 你要特别特别急 就用一分钟的三买 但我觉得现在还没到那个强度 要么就是在振振美振振毛的甩个背驰给我们也行 但是这个现在买不了 但这个股票我跟大家讲 这一轮我们多半是要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位置 应该是我挺挺喜欢 而且我觉得挺难得那个位置 所以在科技线上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现在这几个股票动不了 然后呢 因为我们说到我们现在 就是前两天的时候 就最后第一天吧 我们就买了灯海种页 所以在开玩笑的时候能处 能处 因为买完以后第一天没套人 第二天赚钱 第三天赚钱 就这个走势还可以 现在看呢 其实我昨天跟大家讲 它走到关键位置了 因为你知道这个中枢的上演就是在这儿 今天好的一点是什么的 我觉得跟指数一样 其实它是有点突破迹象的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 压力就是在我之前画的23块 两号把这儿 当然这个突破还不太明显 现在呢 这地方是这样的 我觉得现在是持有 这里面我今天跟大家唠叨了一句中 我说这儿有可能会有一个短期高点 是因为我大致给你们画一下 这是五分钟图啊 粗糙的画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儿肯定有个一分钟中枢 你可以认为这是一个300 这儿应该还有一个 这个一分钟中枢 其实在延伸 我是有点担心 因为中午担心 它往上冲是被迟 现在看其实都没有摆脱这个嫌疑在 因为你看它现在往上冲的时候 这个力度是没放出来的 一种概率挺高的走法 就是拉回来 这个呢 因为站在短线角度来讲 你是可以走 但是站在中线上来讲呢 我觉得如果是五分钟回调一笔 就是我们就要这么讲了 叫一个一分钟下跌线段 说实话 从中线的角度呢 其实可以不用走 因为我们本身仓位就不重嘛 我也觉得你要仓位重 稍微打点差价 打点 那现在我觉得正常来讲不用理会它 还有一点 因为现在这个位置没走完 你看到吧 这个位置你真不好讲 因为明天如果这么一冲 它可以把这个背迟化解掉的 所以我对邓害主义的看法呢 现在就是简单一点 持有 我现在还不想把它移动到成本 我的止损点还是放在之前 就是昨天说的大概21块08分这里 所以目前的思路持有 如果在中间确实产生调整的话 那这个调整只要不去碰它 我不会去理会 因为我之前总结过 因为给大家建议的时候 我在想是一种什么样的思路 因为每个人的胃口是不一样的 我还是倾向于说少动 少动没有少动的好处 对吧 因为节奏就不容易乱 但少动有少动的缺点 你比如说一个高点 确实能看出来 结果事后转变成 真的是就掉下来了 你说你怎么不让我们走呢 但这里面总归有个平衡点 我觉得从中线角度 仔细衡量过了 因为我是觉得现在 整个农业种植这个方向还是可以的 所以我会倾向于 仓务又不中的潜力加 能不折腾我就不折腾了 现在看起来这股票还是挺对路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清楚 如果你们确实觉得 老师我水平可以的 如果看出被识 我先走 走完下面再回补 那完美 好吧 所以目前我的建议就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讲 持有止损点咱们也很清楚 然后这东西我是要加仓的 我看了一下 现在农业种植 因为我也在比 我在看我选的对不对 这个板块里现在一共21个股票 我排了一下实时成交金额 我觉得现在主流的股票就三个 一个龙平 一个邓海 一个全英高科 这是从今天成交金额看比较大 同时也是实时成交金额前三名的股票 我比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邓海主页也强 你像龙平高科 前面的压力是没过的 邓海今天已经过了一点了 你像 刚才是那个说说龙平高科 全英高科显然也没过 这个位置它过了 基本中线结构就起来了 所以这儿 他们比邓海主页走的还是稍微弱一点 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是 就我们目前这个股票看起来 应该还是这个板块里 相对来说 我觉得不能吹牛 就是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的一个股票 应该算是比较主流的一个东西 所以目前它的一个思路是这样 另外一个阻力要页 应该是我们比较 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表题 因为前面跟大家讲了 因为这个位置是挺好的一个位置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说过 我们这轮 就我自己这轮看起来 重要是有突破的迹象在 然后我说有两个东西 是有突破回收的迹象 一个是左利 一个是同仁堂 他们之前聊过的一个票 当然我选了左利药业 有各种原因了 我给大家解释过了 一个是看中他 那个比较名贵的药材 再一个他参股的东西里 有其他药概念在 然后业解除了 他今天指的这个位置 是挺好的一个位置 因为我之前这个线 不是已经提前画好了吗 他正好压在这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 确认的这种感觉 应该还是比较强的 但是为什么今天 没提醒大家买呢 因为今天这个低点 你看他是下去了 在我看起来 这低点呢 还不属于被迟 就是震荡稍微拉下去 马上拉回来 所以我还是用这个策略 就是之前给大家画了 10块8毛4的高点 不不不 这压力 我是觉得呢 这地方过了以后 又回调咱们再进 因为这不过之前 我还真不好说 他能不能突破 所以你比如说 我们说不好的走势 如果他明天稍微震一震 在这调一调 然后一个异线再下来 这就演变成了 五分钟震荡在这了 你就不好说 他能不能马上起来 所以这地方 我需要他加一点点力度 加一点点力度 今天盘口上看呢 这个地方有点像一个小的 就啪拉起来以后 做个小的一分钟震荡了 一个出行 我觉得有可能 明天会拉到这里来 再做震荡 如果这个结构出了 再往上冲 多半就成了 多半就成了 所以现在这地方呢 我是觉得我们还得再 再仔细看看 但是这个思路呢 我说过 昨天我也讲了 我说我们先试起来 如果试下来 跟市场选择是一致的 那么最好 不一致吗 那就把剩余仓余 留给市场的选择 现在看 我感觉大消费这条线啊 应该是蛮重要的条线 所以我们的选择的 中药跟那个农业种植 我看现在市场好像 也还是挺认可的 然后另外今天要给大家加几个股票了 因为很明显 现在我觉得数字经济起来了 数字经济这块来讲呢 因为广苦确实是数字经济的个股 但是它没有买点 所以我今天被选了几个 因为我之前其实一直在看 就是包括数字货币 因为是这样的 数字经济里的细分太多了 大数据也可以 数字货币也行 然后这个通讯设备也行 然后国产软件也可以 有好多好多细分 但现在看起来呢 还是数字货币强 可能我们对数字货币的认知啊 可能需要加深 所以呢 我选了一下 我选了两个备选 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是广电运通 这个票从来以前没听过 但是老同学应该知道 我们广电运通老早老早的时候 在前 是在这儿吧 这儿还是这儿 推过中线 这个股票还是我 我心目中 一个它一个长量吧 我觉得基本面上还不错的东西 广电运通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 有点像个三角形整理 这是从月线看 就是有点这种感觉 所以应该整理的时间呢 我感觉已经有点到末端了 当然你从买的角度来讲 你最好希望它回到 前面这个震荡整理的地方 但是现在如果考虑 这个板块已经起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地方 有没有可能是三角形整理 有可能快要突破了 这个位置呢 上一轮它表现的很一般 你发现没有 对了一点成交量在这儿 然后今天一个涨停板起来 我感觉这地方突破的可能性挺高了 这里呢 可能我是觉得从中线上来讲 因为它的基本面呢 是这样 如果这次数字货币 接下来的发展空间很大的话 那我们的传统ATMG肯定要改造 那这个来讲应该是龙头 同时它身上还有一点大数据的概念 我看了一下 因为概念很多吧 所以这里面呢 我是觉得是我自己觉得 从中线角度讲 又不是那么高吗 但是我是觉得 你看它明显有反应 这块来讲 可能我会关心 它对13块8这个位置能不能突破 以及其实我不一定要当突破在10层 我可能等5分钟回调一笔的时候就可以 所以这个是我现在关注的一个 还有一个是这样的 因为还有一种做法是这样 就是说我不太确定数字经济里到底哪一个会更好 理论上现在数字经济是最好的 但是你比如说 不 理论上数字货币最好 那比如接下来如果国产软件啊 或者是大数据走得强的时候 那如果它调整了 我在想还有一种做法 就是找一个身上概念还挺多的东西 能覆盖到这些 这个也是我自己 其实也关注一段时间 新大陆 新大陆呢 其实它的位置是比较低的 你看 从这个角度呢 它没有广电运通好 低这件事吧 辩证的看 有人觉得低好 有人觉得低不好 但是如果站在中线角度来说 我觉得广电运通这点比它强 你从月线看 新大陆现在就属于在低位 一直在震荡的一个股票 但是它有个好的地方在那 你们能看出来 它现在潜在的角度讲 它面临着一个突破的可能性 就是大致吧 你看前面的高点 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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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在这条线附近 你从日线也能看出来 它也是前期没反应 但是今天一个涨停板上去 一下子就基本快包掉了 所以这里面 我觉得它有点要突破的意思了 如果它能突破掉 来个五分钟回拉什么的 我觉得我们中线其实也可以考虑 实习起来 它也是一个比较纯正的数字货币的概念 因为我本身还在看机构报告 但是它的概念就比较多 你看 大数据也有 红萌也有 然后数字货币也有 我记得软件有没有 看一下 然后没有两个计算机 所以呢 它的那个业绩出来 但业绩我看了其实是一般的 它50到70里面有一个非经济性损益 有两个亿的非经济性损益 我一扣基本没怎么变化 但是其实我倒不在乎这个 就是已经公布了 就没太所谓 它的概念好像比广内运通稍微多一点 客观 客观讲的 我觉得 还是广内运通要好一点 因为从中线角度讲 它要强一些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东西 我们可以比一比吧 就是因为我不太会建议大家直接追涨 我可能想看一看 他们俩在后续的表现中 然后寻找一个回调机会去买 我心里的想法是 等这波冲一下 有一个回调 我们可以开始考虑试起来 其实我看的 比如说常亮 常亮其实我也在看 但我觉得常亮 走的没有那两个墙 你们觉得吗 常亮它是银行IT 这个也是机构报告里 我看了那么多 其实结果很喜欢的一个概念 本身有软件 有大数据 对吧 然后还有那个数字 有数字货币 我应该没记错吧 等会我确认一下 它应该是有数字货币 没有数字货币概念 不好意思我记错了 我一直以为是有数字货币概念 也定了蛮久了 但是 就这种盘口上 你看今天的感觉 就不如那两个 封不住想听嘛 对吧 盘中差一点 这种感觉就稍微差一点 所以我结合了我跟踪的这些股票 我感觉广电运通跟新大陆 要稍微好一些 因为我觉得现在盘面上 因为我是尊重盘面选择的 盘面上确实是在所有细分里 数字货币最强 而且数字货币 你从它的板块指数去看 你得承认一件事情 我之前跟大家讲了 这是个突破 那至于你说它能突破到哪 这种问题 我也答不上来 但是从周线上看 它就是个突破 这个你认也好 不认也好 它就是突破 所以从现在去看的话 我是觉得它有一点点 在板块内部传导的感觉在了 我选的不是那种短线 已经拉了很多的东西 近北方啊 翠威这种 这种可能是做短线炒作的 我选的一些是中线上 我觉得还不错的东西 所以我感觉现在应该不晚 所以在中线股上来讲 接下来我想留一个位置 给这类股票 只是现在至于是 广电运通好啊 还是这个新大陆好啊 什么时候买 我觉得我想再看一看 正常而言 明天应该要在双上冲一下的 然后才能回调 直接明天就回调了 我都觉得稍微点问题 那需要观察一下 所以跟大家讲一下 中线我想把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在 提前已经买了 大消费的东西吗 把下一个留给数字经济里的 这个方向 至于我们其他的一些 其他科技股 我会继续保持关注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方向 我想还是留给七配 我对七配的看法 叫汽车零部件 不是一个短线的看法 我会觉得七配 现在老叫七配 对不起 汽车零部件 其实现在也是一个 回收确认的感觉 对吧 至少它没破下来 对吧 所以我会觉得从走势上来讲 这个应该是比较强 但是它有个问题 你看它今天这个位置 它其实是没有过压力的 那就一分钟中枢 所以它不能排在很靠前的位置 我们之前呢 是卧龙电区 因为我们已经回到成本了 所以我们把它扔掉 但卧龙电区现在状态 我觉得一般不算太强 位置还行 我们另外一个观察的 常熟气势 我倒觉得是比较好的 今天啪一个阳性立起来 而且从周先生 我一直讲这票腰得很 你从周先生看 其实周先生 能在这振这么久的股票 我个人觉得不多吧 而且这种前后关联极强 这种位置 你现在没法下结论突破没有 但是我从经验讲的话 我完全可以假定 他现在就是在回收确认 对吧 那这种位置 我就觉得在比较过程中看 我觉得常熟气势要强一点 他们俩不太一样 卧龙电区 其实是核心领部件 电机 常熟气势 当然它是做内饰的 但是我都觉得 从概念归属上来讲 就是都是奔着 新能源汽车 这个方向去的 我倒觉得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从走势上 我个人觉得 常熟气势要强一些 但这个东西 太强了 因为这轮它都没怎么跌 所以我在看的过程中 我会比较小心 我自己觉得我们可以这么做 你看 现在它往上走 小时健看 你能看出来这个位置有一个震荡吗 它肯定顶在压力上了 你呢 别着急 最狠的走法就直接顶上去了 那回调是可以买的 还有用就是 它现在遇到压力 它应该是回落的 回落你也别急 你可以用小时间的验证 验证底分形出来以后 对吧 然后打一点底仓试一下 把直线放在这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采用这个策略 所以 首要的可能我想把中线仓位留给数字经纪 然后次要的 我现在看 因为我们已经有大消费了 我是觉得汽车零部件这块 还是我自己比较关心的方向 而像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看的珊珊这种东西 我觉得现在看 其实珊珊今天被持有点成的意思了已经 但是珊珊这个 从板块角度看就不太理想 所以我现在可能没有把它放到很靠前的位置 而且我是打算用二买的 因为太弱了走的 这样子看起来有点像延伸的感觉在 所以我可能会采用二买的方式 所以在我心目中 大致的次序排序是怎么样的 跟大家说一下 当然现在本质上 因为盘面上没有走的那么清晰 甚至有可能 比如接下来证券会不会起来 军工有没有可能动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是动态观察的过程 军工说到军工 我们把航发控制说一下 因为 航发控制我们因为成本上略有点优势 所以我说我们现在持有 今天这个力度还行 我个人觉得短期地点应该出来了 现在核心问题就在这儿了 就这儿能不能转中线地点 就是看这个位置能不能突破了 我估计一把突破的可能性很小吧 得在这儿震一震 这个位置因为有底仓了 你在这儿不能加仓的还是要等它突破掉 然后再回收确认才行 所以应该也是要用分红二 但这个走法应该还可以 今天国防军工其实也还行 但是就是你会感觉到从力度讲过 它是目前突破了这个种树压力的 所以我没有把他们优先级放到很靠前的位置 这就是我在我心目中我是怎么排序的 对吧 那么基本上大家就清楚了 也就是接下来中线里面我们可能会在数字货币 不应该这么叫可能在数字经济 以及汽车领部件上是我们下一步要去尝试的股票 那佐料业已经打过招呼了 就这几个有可能是我们有可能在这周下周都会开始小仓位买 但是要耐心等吧 然后再进一步的哪些东西可以加仓 就看买完以后谁反应好 我现在感觉灯害总业的反馈是还可以的 所以我说这东西可能接下来我们找到核实机会是要加仓 其他东西现在不好说 因为还没事呢 没事以后我们不知道 如果进去就挨套了 那这东西就不大堆路了 进去就赚钱 然后呢也比较顺利的东西 我就倾向于说我们后面可能需要加仓 因为中线的位置都不会太差的 其他的眼下我觉得暂时还没有什么 市场我估计运行的可能会挺纠结的 没有那么顺利的 所以这块呢 我觉得还是之前说就是保持耐心就行 好吧 整个中线的情况是这样 短线又没有 晚上我跟大家聊一聊吧 晚上我觉得可以选一点点短线 然后晚上7点咱们那个短线宣顾课的时候再聊 然后港股这块呢 总让我感觉现在是一种很不舒服的状态 你像小米跟阿里 小米这种数我肯定判断不了低点 这个中枢 这么小的中枢应该都没破掉 阿里巴巴吧 这地方你看 总觉得缺一下 然后它总不下来 那我怎么办呢 我只能等那一下了 那这地方 小极边吧已经出来了 但是这个位置多尴尬呀 就卡在下眼上 看不了 然后之前说的阿里健康 这个位置也尴尬得不得了 你就在心里面前谁敢动 我得了 老实点吧 我看看 所以我自己觉得港股这块的中线呢 不大明朗走的 包括之前说的中兴国际这种 我们昨天提到的这种都不被吃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说 还需要再看看港股的中线 腾讯跟快手就不说了 因为这地方现在根本没有往下走的话 是买不到的 所以对港股中线这块来讲 我的看法是可能在我关注的品种中来讲 我觉得现在没有太好的出手机会 很勉强的 我们先看看A股吧 然后大宗商品这块提醒一下吧 我觉得生猪基本上已经可以考虑开始开始看了 因为大家知道最近我能看的东西不太多 我一直讲 我说像猛龟这种东西 我说你不掉下来 我也看不了啊 他就在那折腾折腾折腾 你看也不上也不下 就是没办法只能继续等 银这个东西我现在特别特别的小心 我说过了这种结构 我已经觉得是我很难处理的结构 这个位置还是有可能走个小展大 我的倾向就是我看不清楚 我就继续看 所以我银这东西 我觉得我得再看看 然后像PVC这种东西也是跟猛龟差不多 你说他上去了吧 也没有 下来了吧 也没有 只能等 但我会觉得生猪应该是可以看了 生猪是这样的 我心里原来的想法是希望他再往下走一走 但今天这个走法出来以后 昨天我已经说了 我看了主力合约 主力合约的这地方 一个上 然后一个下 这个地方 昨天我们提到了 到这儿估计会有阻力的 因为这个位置如果能突破 估计这个地点就成了 他今天是回它 没问题的 但现在我要考虑这种可能性 就是这个位置其实已经是地点了 然后接下来是走震荡走势 如果为这种可能性准备 现在很简单 我就要去抓小级标二买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以看了 你不能假设必然是二买 但是我是觉得 我们用小级线 用分形去看的话 比如说大致说一下 我就可以认为 如果小级线接下来出一个有力度的底分形 我就认为这是小级标二买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用过去的方法 分形的上级线一过 可以试起来 然后止损点就放在这个地点就行了 我觉得现在可以试了 如果这个位置下来的很深 基本上就不能要 怎么看的是这样 你看啊 我大概五分钟都给你看 其实这个结构很清楚 你看 我大致看 升珠这轮从这起来 这是个小的一分钟背驰吧 算起来以后 这是第一个一分钟中枢 这搭了又搭了一个 往上一走 这个位置呢 其实多多少少时候背驰即向 没上去 这个位置调整的话 正常来讲 应该就在这 就划横线的地方 底线嘛 就是这个中枢 怎么着 这个都不能破啊 这个破了基本就没戏了 所以我觉得大致对主力合约而言 可能就是一万四千四百九 一万四千 一万四千五吧 如果这破的时候呢 就要稍微小心一点了 这个地方即便出小时限分析 你可能都得悠着点 因为我觉得从道理上不该破 当然你要是胆子大 就把它底线甩到这 一万四千三 就这破了 根本就不看了 所以在一万四千三之前 如果确实出现小时限分析 你要会看 就结合小级别看 不会看吗 那就分行呗 你觉得行 你就可以试一下 这个位置的试的逻辑是什么 我是觉得这地方有点像 小级别要戳二百的样子 然后试成了吗 估计就反上去了 如果试不成了 二百出来 如果错了 二百跌穿 你基本就走了 所以我觉得生猪接下来 可以稍微看看 那生猪现在我还不好讲 它是中期低点 因为这种位置呢 其实更多像是一个区间震荡 但这个区间震荡 因为幅度我觉得还行 加上大家看那个生猪指数的话 就知道生猪其实跌了还是蛮多的 所以如果是一个 比如确震荡的话 我个人觉得应该能到 能到前面这个高点附近吧 我觉得还能看一看 至于它震完了 还有没有心低这种问题 我现在是回答不了的 所以我是觉得最近可能 在我看的品种中 我觉得生猪可以看看 还有一个比较难看的是花生 花生这个走势走的 我认为勉强 但是正常来讲 我是这么看的 相当于说比如 这有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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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这是一个线段 我觉得这有一个大的下跌中枢 然后这一段是近中枢的 这是离开中枢的 然后这个小中枢已经被吃了 我觉得这有可能 是个中期地点 但现在这地方好尴尬 它卡在这个中枢这 如果失败 肯定就是在这失败的 所以这地方 要么就再回下来看看 要么所以把这突破了 花生跟生猪有共性在哪 它都是农妇产品 所以你也知道 我最近其实基本质感 在这种品种上看一看 你像白银这种东西 我自己都很小心 因为我觉得给大家说的时候 因为这种东西 波动性非常高 所以我也觉得需要仔细观察一下 农妇呢 我觉得相对来讲 位置不高吧 我觉得可以看看 就有点像 补长那种感觉 所以我可能 生猪我是觉得可以看看 花生感觉很难弄 现在其他的像这种 强波动的这种东西 我觉得不下来就看不了了 它不像前期 前期我一家后 给大家说了好多品种 比如说RPG可以做 比如说什么铁矿做 那是因为它跌下来了 现在这种东西 它不下来 看不了 所以这时候没办法 你只能等了 站在我的角度是这样 所以基本上 大多商品是这样的 别的就没什么了 然后今天市场 我是觉得体现出 应该说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这个样子了 然后接下来 咱们就仔细观察 反正这事们 就是一点一点来 有这个迹象出来了 我们就开始找 双重保险 一个是市场 再一个我们本身 要看个股的买卖点 是吧 然后接下来 跟着市场的动态变化 我们再去看看 有没有一些新的热点 或者说 在老热点 看好的方向中 需不需要做一些 优先级的调整 这个是我们后续 要做的重点 然后晚上7点钟 有短线时长课 大家有兴趣的话 想做短线 可以过来听直播 好吧 今天咱们就到这了 同学们 晚上见